诶 刚刚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一直找不到你 我以为我被打婚 你有看到刚刚那个对手吗 超厉害的 我一直闪不掉他的脚 很好玩吗 还不错啊 你来看我超开心的 我问你 很好玩吗 你干嘛 你办到什么奇怪的比赛 那种比赛有什么意义吗 你不觉得超炫的吗 两个男人之间 一定要分出胜负的感觉 真的很大感 不就是打架 柯景腾 你特地帮一场比赛 把自己搞受伤 你怎么会这么幼稚 幼稚 就是幼稚 很幼稚 你告诉我 这场比赛到底让你学到了什么 学 你竟然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学到什么吧 至少让你学到了这样的比赛 会让你受伤 而这点伤一点也不必要 你真的很幼稚 你身上的伤 我只能说是你活该 幼稚 你知不知道那场格斗比赛 对我来说是多棒的经验 那个会单纯替我高兴就好了 那你还要再办那样的比赛吗 我当然要办啊 我一定办第二次 幼稚 你为什么总是要否定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对我很重要的东西难道是伤害你自己吗 对 我就是幼稚 才去对你这种努力用功读书的女生 我就是幼稚 才追你追这么久 那你就不要再追了啊 笨蛋 我就是笨蛋啊 大笨蛋 大笨蛋才追你追这么久 我omm爱呆 我能买来 我们下词 你下词 我冬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